当沈红说出丈夫的资料 厂长一口就说出了丈夫的名字 这明显就是在包庇着什么 不过在沈红的一再坚持下 厂长找来了妇女主人招待她 主人说 郭斌现在混得不错 就是不常露面 说着还要带沈红去拿郭斌拉在厂里的东西 可生锈的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柜子 沈红直接拎来了一把榔头 其实这也象征着 他要大刀阔斧整改自己的人生 就像他这次来找丈夫一样 不要个答案是不会罢休的 这里没有消息 那就倒别出讯